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桥手 种春魂 这春之意 春之魂种在何处呢 便是种在这人们的衣裳上 那些花瓣招展 蓬蓬叠叠的金边绣花里 头一天 东宫皇后娘娘指明要的西洋绣布终于进了宫 隆共不知道多少匹 却是劳动了宫里不少太监 在宫外调布进来的是红竹 但像今天分放这种小事情 这种需要体力的小事情 他自己却懒得去做 他待在东宫的正殿里 注意到太子并不在 一边小意拨弄着香炉里的黄铜片 免得香燃得太快 一面小声吩咐那些宫女勤快一些 赶紧着把那三层棉褥子铺好 因为皇后娘娘待会儿便要看书了 不多时 一阵香风拂过 内帘掀开 眉如带 纯若丹 拥有一双刘波丹凤眼的皇后娘娘 有些艳艳的走了进来 血已在矮踏之上 喝着泡好的香片 看着手里的书 书是淡薄书局出的小说集 虽然皇后娘娘极其痛恨范贤 惧怕范贤 但是在日常的消遣中 这位国母并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 略看了几页书 皇后的眉头皱了起来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红竹这个时候正在皇后的身后替她捶背 那双喜得格外洁净的小拳头 轻重有序地砸在皇后单薄的身体上 皇后向来喜欢红竹得趣小意 服侍周到 尤其是这一手捶背的功夫 但今天却没有如往常一样闭着双眼享受 而是盯着面前的书册发呆 红竹微笑着说道 娘娘想什么呢 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和这些贵人们比起来 就像是泥中的蝼蚁 所以一般的人们看见皇后娘娘之类的贵人 总是大气不敢出一声 一味的怯懦恭敬 恨不得把自己的手和脚全都缩回去 但红竹曾经得过范贤的教诲 自己也感觉到 这些贵人们看似位高权重 锦衣玉食 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可偏偏就是这些贵人们 容易感觉宫中生活的苦闷 寂寞难安 喜欢有人陪着说说话 红竹从在御书房里当差时 便和一般的小太监不一样 他并不会永远低眉低眼 时刻不忘摆出一副奴才像 而是恭谨之余 行事应对多了几丝坦荡之风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宫里的贵人们也是需要说话的 而他们的身份注定了 没有什么知心人可以交流 而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小太监 如果能够不那么面目猥琐 行事扭捏可嫌 他们的心情也会好许多 所以红竹才会得了那么多贵人的喜爱 包括皇后 皇后似乎已经习惯了与红竹说话 叹了口气说道 只是在想 这老在宫中也嫌厌烦 姑母这两天总在吃素念经 本宫也没多少见他的机会 奴才陪娘娘说回话也是好的 口中一定是要说奴才的 可是脸上是不能摆出下贱奴才的样子的 不然主人家见着下贱奴才了 只会有抽他耳光的欲望 断没有与他交流的想法 你能说什么 要不还是和前些日子一样 将你幼时在宫外流浪的日子讲来听听 红竹家被贪官害的家破人亡之后 他与哥哥二人逃往交州 在那些年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见了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 说起阅历来 真是比这些自幼生长在王侯贵族家的贵人们 要丰富得多 尤其是他每每讲到乞丐密文 江湖上的小传言 民间的吃食玩乐 落在皇后的耳中 显得是那样的新鲜有趣 而今日红竹讲的当年流浪路上 所听到的真实笑话 和妓院里的姑娘有关 只是毕竟身在皇宫 听故事的人乃是一锅之母 所以红竹讲的是格外小心 不敢说出太多露骨的话语来 然而皇后听着这个故事 眼中流波微动 微微一笑 心里却觉得有一些好玩 赶紧打了个哈欠掩饰了过去 他在红竹身前 红竹自然看不到 他只是觉得皇后 居然没有阻止自己继续说下去 有些意外 他毕竟年纪小 哪里知道就算是再如何 神圣不可侵犯的贵人 其实脑子里面想的东西 和市井里的妇人们没有什么区别 故事讲完以后 皇后叹息说道 民间的孩子确实过得挺苦 不过也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苦着脸 娘娘是何等身份的人 自由 这便很自然地将话题扯到了皇后的童年生活 皇后一时间有些失神 想到如今的皇帝陛下在自己幼时还是那个不苟言笑的表哥 似乎也有偶尔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只是后来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他马上又想到自己家族在那个京都流血液里付出的代价 情绪开始不稳定起来 渐渐多出了几丝哀怨之感 红主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说话的分寸 用余光注意着皇后娘娘睫毛眨动的频率 又把讲话的内容伸入到童年时皇后那些小玩物身上 皇后此时正在心中警告自己 而且也不可能和一个奴才讲太多自己的事情 听到他转了说话 心头也自意松 便如数家珍般地数了起来 总之不知道转了多少玩 红竹终于成功地 不着痕迹地 让皇后想起了一块玉绝 一块当年从娘家带进宫中来的玉绝 皇后比划着那个玉绝的大小 笑着说道 那块玉的质色不错 当然比不上大东山存着的贡品 不过放在一帮王侯家也算是难得的品质 对了 那是先帝爷赐给本宫娘家的 所以上面雕的是皇帝之事 也不可能拿到外面带去 一直都收在衣裳里 皇后有意无意间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虽然穿着厚厚的东衣 可是那手指依然陷进了风营里 红竹轻轻吞了一口口水 小声陪笑着说道 好像在宫里没见娘娘带过 那块玉虽然挺温润的 但那水漆太浅 当年当姑娘家的时候时常带着 如今本宫便不合适了 娘娘天资国色 明媚不减当年 和姑娘家有什么差别 再浅的水枪都合适 皇后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雅迪声音喝道 说话越来越放肆了 红竹面色大惊 赶紧重重地长了自己的嘴一下 却依旧没有注意到 皇后唇角那丝满足的笑容 与眼波里越来越浓的意味 至于此